硝烟 灵动 牧尘等人 此时此刻也站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他们注视着擂台上人山人海的人流 这种场面也是令他们九分的凝重 如果真的到时候有很多 强者联手对抗他们的话 恐怕也很难抵挡 玄机 一枚小小的玉牌 便是以飞快的速度 降落到了所有参赛者的手掌之中 这是积分玉牌 只要在擂台上被击败或者主动认输的人 都会记录在积分玉牌里 谁的积分越高就有机会进入第二场比赛 记住名额是100名 天意神君的声音传入每一个人的耳朵之中 整个擂台虽然人数如车水马龙般的熙熙攘攘 数不胜数 但如果仔细认真观察时 却是发现这次的招揽神会第一场群战 一切的进行都可以说得上是井然有序 如果在这第一场群战中 赢得最后100名额的胜利 可以说在天神山之内的实力排行榜 至少也能排到1000名以内了 我宣布 招揽神会的第一场群战正式开始 擂台上的声音再度如雷挂耳般的响彻而起 然后 整个擂台都是变得异常的火爆和激烈起来 场中每一个人都是相互对事 很快 便是有着一道接着一道的强大神力 弥漫在整个擂台之上 无数身影开始不断地选择对手 开始进行激烈的攻击 可怕的神力 在擂台上纷纷起舞 顿时间振振对碰之声 想吃而起 战火已经点燃 在如此多的神奇群战下 就连整个天神山都开始遗产 而实力弱的参赛者 自然成为了实力强大的那些强者眼中的猎杀目标 来自第三等级世界的硝烟灵动牧尘三人自然是最佳人选 所以很快便是感受到了 有酒来到强大的气息 锁定了他们的位置 随即硝烟便是轻微地抬起了头 然后看到了他的上空 有着酒道身影出现 用自身强大的主镜灵魂力量 感知了一下对方的实力 选择他们三人为目标的这九人实力 同样也是第三序列的实力 他们是想要以人多欺少吗 然后硝烟在内心暗自地窃喜一笑 灵兄 牧尘 看来有人已经把我们三人 当成好拿捏的软柿子了 究竟谁才是猛虎 他们却不知道 灵动一脸无奈 不过下一刻灵动的眼神中 竟是变得特别的冷冽 骑起来 既然把我们当成软柿子 那么就 让他们付出代价 牧尘身影一闪 伸出右手大须弥 胜柱悄然 浮现 一道充满着磅礴的世界之力 散发而出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一对三如何 硝烟说话间 也是将自己的武器亮相了出来 随着圣火横骨齿的出现 周围的空间温度 都是猛然上升而起 绚丽的火焰锯齿 在手中熊熊的燃烧 没问题 灵动应了一声 然后一道雷霆之力 轰然炸响 雷帝全杖 直接被灵动紧握在了手里 你们是要自己主动的认输投降 还是要与我们一战 见到灵动牧尘 也已经准备就绪 硝烟再度出声 倒是并没有多大的讥讽之意 只不过是他本能地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可偏偏这番话语 如果是进入了对方的耳朵之内 那就是 犹如是他们 被硝烟他们轻蔑的感觉 他们身为第一等级世界的神 怎么可能能够忍受得住 来自第三等级之人的 这一般用力 好狂妄得下 等级世界来的人类 不要以为成神 就可以在我们面前 嚣张 硝烟刚刚的话语落下后 那久到身影之中的一男子 直接是气氛到了极致 然后这位男子率先身影一动 男子脚掌往前微微往前一踏而出 身形便是向硝烟急速暴略而去 与此同时 他的手中更是缓慢浮哮 出了一柄长枪 长枪在呼啸之间 仿佛是有响亮的龙吟 响彻在这竞技之台上 强大的神力直接席卷开来 在顿时间四周 便是有狂风大作般的呼啸而过 然而硝烟的身影 依然笔直地注立在原地 保持着已然不动的静止姿势 并且 他黑色的衣袍和袖袍 也没有一分一毫被封浮动而过的迹象 在看到如此目中无人的硝烟后 那男子的心情 更是已经恼羞成目 磅礴的神力暴涌在长枪之上 枪影瞬间呼啸而至 气势极为浩大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能耐 在这里装神弄鬼 而就在那位男子 快要攻击到硝烟身形的一瞬 那纹丝不动的硝烟 忽然猛地抬起头来 看着急速对着自己轰击而来的攻势 竟是流露出了一抹非常诡异的微笑 旋即 硝烟便是脚掌微微一轻塌 其速度陡然暴增起来 那位男子的神情 先是微微的一正 而后猛的的瞳孔一紧缩 在下一瞬 硝烟挥舞着手中的圣火横骨齿 一道燕分式浪齿 直接施展而出 一道有神力凝聚出来的斗技 静直地朝着那人的枪间攻击而去 巨大的碰撞之声响起 两股神力相互对持 空间都被这对碰的力量下颤动起来 看样子似乎是不愤不重 而在此时 硝烟的圣火横骨齿上的绚丽火焰 开始闪动起来 直接将那龙影的枪间包裹而下 加入地炎的力量后 对方的攻势也在肉眼可见的情势下 竟然直接崩散而去 然后不带对方喘息 硝烟的五指忽然收拢 变化成拳头 在电光火石之间 轰的一声打在了那男子的胸膛之上 在一声闷响之后 那个人的身形 直接便是往后猛的倒势而去 就在他被硝烟击倒的那一瞬间 他才感受到了 硝烟的实力 竟然如此的霸道恐怖 这难道真的是第三等级 世界之人吗 该死 刚刚持轻敌了而已 不要觉得自己能够胜我 那男子释放出强大的神力 稳住了道飞的身影 一只手掌便是在胸口上捂了舞 虽然被硝烟这一拳击中 但终归并没有受什么重伤 自己的实力同样是第三序列 自然不是那么被对方击败 可是他却不知道 这显然是硝烟没有出权力 毕竟这只是一场比赛 他们之间本就没有什么恩怨 也并没有准备击杀此人 硝烟并不喜欢这种残忍杀戮的感觉 那你们一起上吧 我们赶时间 硝烟无奈的怂怂尖道 可恶至极 大家一起上 男子说完 直接联手身后的八位神奇 然后身影一闪 下一刻便是出现在了硝烟的头顶之上 九人一出手就施展出了权力 刚刚他们就感觉到 硝烟的实力不凡 要是轻敌的话 就会一不小心被对方反击 你们九人联手对战一人 还真有趣 你们的对手还有我们 灵动和牧尘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硝烟的左右两边 然后灵动双手结印 三道祖符 直接浮现出 对着其中三人进行攻击 而牧尘催动仪器化三清 也同样将自己的原始法身 召唤出了三座 万丈高大的原始法身出现后 便是散发出极为恐怖的原始力量 同境界之内 我牧尘还从未输过 今日就拿你们来练练手 说完 牧尘催动体内的神力 灌入原始法身之中 当即三座原始法身 便是对着另外三道身影 一拳一掌一脚轰出 擂台上的其他众人健壮 也是心底暗自一惊 没想到这来自第三等级世界之人 竟然拥有如此底牌 就连上方原台上观战的 天异神君和天神山之主 都是饶有兴致地 看着灵动木城二人所施展的招式 有趣有趣 这些下等级世界来的修炼者 竟然拥有如此招式 还真是令我都有些大开眼界啊 天神山之主缓缓地点了点头 对于不管来自哪里世界的修炼者 只要能够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 他们都是会有爱才之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二人所施展的 应该是大咒中的神物 祖福和原始法身 天异神君乃是掌管着神奇联盟九一天 自然知晓很多东西 而对于祖福和原始法身 他也不会那么陌生 一旁的天神山之主一听 险些被震惊到 显然他并不知道 祖福与原始法身的来历 紧接着灵动和木城选择了一对三 开始疯狂地对战 祖福力量 原始力量 不断地在双方之间轰然乍响 反观萧炎这边还没有动静 剩余的三人见到萧炎 并没有灵动木城这么主动 刚忙 心中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刚刚被萧炎击飞的那人 恶狠狠地盯着萧炎 沉声道 该死的小子 出生牛 毒不怕虎 今日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们第一等级 世界的神 可不是你这位下等级世界飞升的神 可以对抗的 我们三人联手 击杀此人 说完 三道身影的气势轰然散发 他们将神力施展到极致 凝聚出三道巨大的猛虎 随着一声咆哮 三道猛虎 直接对着萧炎猙獰的暴冲而去 萧炎健壮 手臂抬起 手中的圣火横骨齿 散发出炙热的毁灭气息 脚步一踏 身影暴视而出 在虚空中 萧炎的身躯快速旋转 然后眼神微眯 扔出自己手中的圣火横骨齿 对着其中一道猛虎直冲而出 接着萧炎双手一摊 手掌之上再度悄然地出现 两道绚丽的火帘 同样抛出 而随着两道绚丽火帘的出现 空间之中的温度也逐渐地上升 小小火帘也想抵抗我们的力量 简直找死 然而等着话音落下后 三道巨大猛虎与萧炎的攻势 彻底地轰击在了一起 瞬间那处空间 爆发出耀眼的火光 不断地闪烁着 巨大的声响 也让擂台上不少正在战斗的参赛者 纷纷偏头看了看那处空间 在诸多目光的注视下 火光渐渐地消失 顿时让他们微微一惊 在一敌三的情况下 竟然是不愤伯众 要知道 他们三人刚刚所施展的 在第一等级世界中并不常见 这怎么可能 你的实力也就第三叙利而已 为何能够抵抗住 我们三人联手的权力一击 一道不敢置信的语气 传出带着极为愤怒之意 他们乃是第一等级世界的神 竟然无法击败一名 刚飞升第一等级世界的 萧炎 闻言 萧炎只是微微一笑 低沉道 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 同境界内无敌手 什么 三人大吃一惊 不过既然这里是残酷的比赛 那么自然就算付出惨痛的代价 让你们三人尝尝 佛怒地炎连的力量 催动自己的神力化为海洋 萧炎站在神力海洋之中 绚丽火炎笼罩自己的身躯之上 同时地炎之火燃烧身后的这片神力海洋 瞬间变成一片绚丽火海出现在擂台之上 不少参赛者便是感受到火炎的可怕 便是急忙地躲闪而开 也就在此时 自绚丽火海的深处 升起一朵巨大的火炎 其上跳跃着诸多颜色 其中每一道的颜色 都是代表着一种圣火 这种恐怖的杀招 足以毁灭破坏这个坚固无比的巨大擂台 那是什么 那位来自下等级世界来的修炼者 竟然强大到如此可怕的程度 不少人暗自扎舌 原本这些人也同样将萧炎他们 当成非常好拿捏的软柿子 结果现在一看 怕是真正的软柿子 是他们自己了 这家伙究竟是谁 竟然能够施展出如此具有毁灭性的攻击 不远处 其他神势力的参赛者 都是被萧炎这佛怒地炎连锁震 就连葛伦都是被这边的大场面所吸引 那是萧炎兄的力量吗 真是够强大的 与此同时 不远处身一群身穿黑色衣袍中的其中一人 目光看向这边 他的双拳竟是微微地紧握起来 虽然戴着黑帽看不清面庞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黑帽之下 竟是有着极度扭曲猙獰的表情 紧接着 萧炎便是双手一动 将自己身后的万丈火莲 对着那三人毫不犹豫地暴力而去 巨大的连划过天际 火莲所散发出来的毁灭波动 竟然能够与空气发生摩擦 一道的声音也是不断地响起 我们就不相信 治不了你 拼了 三人再度运转体内所有的神力 第三序列之力 破体而出 然后三道神力在他们的身前 凝聚出比之前更巨大的猛虎 而现在的猛虎更加的凶悍 简直就是实质一般 一双犀利无比的眼眸 锁定火莲掠来的方向 丝毫没有一点距异 喉咙间发出阵阵咆哮 巨大猛虎一灯 直接急速掠出 远远望去 虚空上两道巨型的攻势 轰然撞击在了一起 不过 并没有出现抵抗的画面 让众人吃惊的是 那佛怒地言连与那巨大猛虎相碰的一瞬间 便是爆发出了火莲的毁灭力量 可怕的冲击波 直接横扫巨型猛虎的身躯 随着几道惨烈的咆哮声 那猛虎的身躯 竟是直接溃散而开 火莲的冲击波 也直接轰击在了那三人的身躯上 瞬间就将其重创 三道 身影直接从高空中倒飞出擂台之外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广场上 一股剧烈的疼痛 瞬间传遍整个身躯 同一时间 萧炎的那积分预排上 便是显示出三的数字 看来 积分是按人数来算的 萧炎这边已经结束战斗 灵动和牧尘那边 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围霆祖伏 火焰祖伏 洪荒祖伏 爆发出惊人的不同属性力量 直接将对方的强大攻击 瞬间瓦解 三道不同的力量 直接洞穿了虚空 然后三道身影倒飞而出 落在了广场上 不过并没有受了重伤 虽说灵动出手 不过看对方是谁 你们三位的实力也挺强的 不过可惜对上我 我这原始法身的力量 在施展权力的状态下 不知道你们三位 对否能够接得住 牧尘身后的三座 散发出金光的原始法身毅力 虚空 下一刻 三座原始法身 便是爆发出恐怖的原始力量 另的擂台 都是微微一颤 不朽之力 光明之力 太灵之力 直接洞穿虚空 在电光火时间 就将对方三人 击出了场外 此时此刻 擂台上的众人 这才知晓 这来自下等级世界的三人 才是真正的黑马 随着刚刚 硝烟灵动木城三人 所施展的力量后 擂台上的 其他参赛者 也不会轻易对硝烟 他们主动发起进攻 当然 这只是对于 第三序列的实力的参赛者来说 而第二序列实力的 那些参赛者 可不那么认为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序列之位间的实力差距 是多么大 所以在他们看来 硝烟灵动木城三人 也只能击败一些 第三序列实力的参赛者 但是他们也暂时没有 去选择硝烟灵动木城三人 毕竟这三人的实力 有些摸不透 所以他们将目标 都瞄准了其他第三序列实力的 参赛者身上 这擂台上的战斗 再度爆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是越来越越烈 多种不同的力量 对碰下 空间都是渐渐的扭曲 可以想象 这一届的招揽神会 究竟是有多么激烈了 林兄 木城 看来我们也得主动出手了 不然我们的 积分可就无法进入前100名了 萧炎淡淡一笑说道 这一场的群战比赛 限制三天时间 只有在三天时间截止之前 手上的积分达到前100名 才能晋级第二场比赛 所以他们也要抓紧时间了 如此甚好 省得有人 把我们当软柿子捏 灵动当即回答道 眼眸中那一丝精锐的目光 迸发而出 似乎已经选择好了 对手 身影率先冲入一处的人群之中 既然是群战 那么灵动也没有隐藏实力 九大祖福倾巢而出 就想以最快的速度 将对方击败 获得更多的积分 六座 原始法身 现 木城双手结印 身后再度出现了 另外三座原始法身 足足有六座 这样的场面 也让许多人都感到震撼 一身竟然急于这么多的原始法身 原本以为就三座 结果 竟然足足有六座 同样木城 也对着擂台上的其他战场处 远转着原始法身的力量 将各个原始法身的力量 一同爆发而出 这是要以一人战摆的姿态 随着灵动与木城的主动出击 一些参赛者感受到 祖福和原始法身的力量后 都是大为吃惊 不过并没有退缩 他们也联手多人 施展出可怕的技能 对着灵动与木城的攻势 就是全力迎上 震耳欲聋的能量爆破声 不断地响彻而起 擂台上方的天翼神君和天神山之主 也是尽数看在了眼里 这几人的天赋极强 竟然能够靠着神物的力量 丽压同等境界多名对手 而一旁的天神山之主 听见天翼神君这番话后 嘴角微微一动 能够获得神君大人 亲自夸赞 看来这几人的天赋的确不凡 不知道接下来 他们是否能够晋级第二场比赛 在他们二人这个位置 可以看清楚 下方擂台上的每一处战场 所以他们能够轻易地 知晓每一个人出色的表现 场上的硝烟 望着灵动和牧尘方位的激烈打斗声 也是微微一笑 心中已然想着 这前一百名的名额 他们已经在其中 让你们见识一下 地炎之火的强大 说完 硝烟眼神突然一变 手掌心的绚丽火炎 以他为中心 顿时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直接将诸多的参赛者身躯 笼罩在了火海之中 不少人感受到一股炙热的气息 正在焚烧他们的神体 不过想要靠着地炎之火的力量 将如此多的参赛者击败 也不是一时 毕竟这些参赛者的实力 可都是神奇境 所以他们可以利用序列神力 抵御地炎的灼烧感 硝烟这么做也是 为了这片火海 能够成为硝烟的主场 只有这样 才能压制住一些 实力更为强大的参赛者 燕芬是浪尺 硝烟施展出 当年的地阶斗技 可如今在硝烟手中施展出来 就算是太古阶斗技 都无法比拟 可怕的技能 直接横扫四方 紧接着硝烟的身形 以闪电般的快速 不停地移动着 八级崩 旋即一道身影 直接飞出擂台之外 而硝烟的攻势 还没有停止下来 继续施展出更多的斗技 黄泉指 黄泉掌 黄泉天怒 吹火掌 地印诀 仅仅在一道土西间 硝烟就将如此多的招式 全部施展而出 虽然还有些人 能够抵抗住硝烟的这些攻势 不过 也有些参赛者 直接一脸震惊 脸色难看 无比 因为 刚刚硝烟所施展的招式之中 有声波斗技 直接震得他们的灵魂 都不经意地遗产